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俄国防部18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炼油设施和燃料储存设施 这些设施为敦巴斯地区的乌军装备提供燃料 同一天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争夺北顿涅茨克式的战斗仍在持续 乌克兰媒体称 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北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发动强攻 乌克兰媒体18号援引乌方谈判代表的话报道称 乌方或在8月底恢复与俄谈判 且乌方将通过系列反攻计划巩固谈判立场 对此 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说 他对于俄乌代表团可能于8月恢复的谈判 是否有话可聊以及能和谁聊表示怀疑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 乌方当天称 美对乌武器租借法案尚未开始实施 预计乌方将在7月至9月 收到来自美国提供的武器 另据路透社报道 卢狱担心尖端侦查设备可能被俄方获取 拜登政府暂停了向乌出售灰音无人机的交易 18号 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闭幕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在论坛全体会议上 发表讲话时说 俄罗斯永远不会走闭关自首 封闭经济的道路 他指出 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活在过去 阻碍历史进程 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据俄媒18号报道 由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量减少 欧盟国家不得不开始使用 为冬季储存的天然气 最新数据显示 欧盟天然气储存水平 在两个月内首次下滑 和气称 削减北溪一管道输气量 是由于德国未能按时送回修理的 气体压缩机固件 影响到管道运行 17号 美军代号为勇敢之盾2022的演习 在关岛及周边地区闭幕 此次演习中 美军陆海空 共出动了15艘水平舰艇 200多架飞机 约1.3万兵力 据悉 勇敢之盾演习 每两年举行一次 是美军在亚太规模最大 实战化程度最高的 多军中演练 近日 日本防卫省罕见公开了 本年度首次地对空导弹 实弹训练的情况 据报道 演习地点位于日本北海道的 境内对空射击场 实弹射击的装备 使陆上自卫队的 九三式近距离对空诱导弹 日美强调 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 这样的实弹演习十分必要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17号通报 近日有7艘俄军舰 在东京以南的伊豆群岛附近通过 报道称 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 俄军舰首次在该地区航行 日本防卫省表示 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西利号 和宙斯顿舰金刚号对俄军舰 执行了监视任务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下水命名仪式 17号上午 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江南造船长决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福建舰 弦号为18 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该舰下水后 将按计划开展细薄试验 和航行试验 据印媒18号报道 印度征兵改革计划 连日来引发激烈抗议 抗议浪潮已经蔓延到 印度八个邦 有抗议者冲击车站 点燃火车车厢已表达不满 按印度国防部 此前公布的新征兵计划 为削减支出 已将新征士兵原本的 17年服役期缩短为4年 此举引发印度年轻人的 强烈反对 一榜之余请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榜单 榜单的第一条是 俄继续打击乌军事目标 乌克兰称北敦内茨克 激战持续 而且按照乌克兰方面 提供的一些消息说 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 对北敦内茨克地区的乌军 是发起了强攻 那么到底战况怎么样 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 再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柯纳申科夫18号通报称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了位于 克列缅秋格和利西昌斯克的 乌军炼油设施 和燃料储存设施 这些设施为顿巴斯地区的 乌克兰军事装备提供燃料 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机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的12个火炮 和迫击炮射击阵地 其中包括4个M777榴弹炮牌 与此同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18号表示 争夺北敦内茨克式的战斗 仍在持续 乌克兰独立通讯社当天报道称 俄军正从多个方向 对北断内茨克地区的乌军发动强攻 此外 俄军还在夜间用巡航导弹 攻击了敖德萨地区 另据乌克兰蒂涅伯罗 军政管理局负责人18号称 三枚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击中了蒂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座油库 导致油库发生大火 此前一天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海军称 当天在黑海 用两枚鱼叉导弹 击中了一艘俄罗斯海军托船 瓦西里贝克号 俄媒随后报道称 瓦西里贝克号被击中后不久即沉没 路透社称 这是乌军首次成功使用西方军援的鱼叉 执行反舰攻击 战事胶着之时 乌方又重提恢复谈判 乌克兰媒体18号报道称 乌方称可能会在8月底 恢复与俄罗斯的谈判 但在重启谈判之前 乌方将通过系列反攻计划 巩固谈判立场 乌方称 在乌军将俄军逐出乌领土 或俄军主动撤退至 今年2月24号之前位置的前提下 乌克兰可以考虑 与俄罗斯达成一项最低限度的协议 对此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当天回应说 他对于俄乌代表团可能于8月恢复的谈判 是否有话可聊 以及能和谁聊表示怀疑 关于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连线总台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 王敬燕 敬燕 你好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中国议论场直播开始之前 我们看到乌克兰媒体 有一个报道说 今天基辅又响起了爆炸声 不知道最新的这个情况如何了 另外关于这个 北断涅茨克战事的进展如何 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在今天早上 乌克兰首都的基辅 是拉响了防控警报 而且在北部的居民 都听到了这种巨大的爆炸声 随后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 就发布消息称 是乌克兰的防控部队 击中了一个空中目标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这个目标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近期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防控警报的频率 是比以前也增多了 那么此前的乌克兰军方就声称了 基辅始终是俄军打击的一个目标之一 那么此外我们看到 乌克兰东部的这种基站 仍然是在继续 尤其是在这个北顿涅茨克市 这也是俄军的 目前的一个主攻的方向 那么在北顿涅茨克市的这种战事 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 那么此前的俄军声声是 已经控制了这个北顿涅茨克市 但是我们看到 乌克兰卢干斯克州的 军政负责人盖代 他就表示 现在尽管俄军是已经控制了 大约80% 北顿涅茨克市的80%的区域 但是乌克兰仍然在坚守 而且仍然控制着工业区的 这个20%的区域 那么在北顿涅茨克市 他表示现在已经是三座桥梁 与外界联系的三座桥梁 是已经被切断 但是联系仍然是继续 而且俄军现在主攻的方向是试图切断 在巴赫木特方向乌军的后勤补给线 那么乌军现在也是在 包括在利西昌斯克 现在集中兵力 那么也是在坚守这个阵地 那么激战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除了在东部区域 现在在南部 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是取得了一些 小规模的进展 尤其是在赫尔松地区 那么乌克兰总参谋部声称 在此前一周是展开了一些 组织了一些小规模成功的反攻 现在已经是收复了一些区域 而且接近额控区 现在是非常近 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 那么现在这个乌军声称 也是在为后期的一些大规模的反攻 做一系列的准备 此外我们知道乌军声称 现在在南部区域 由于俄军是有火炮的优势 因此乌军现在战术 主要是采取夜间小规模的突袭 这样的一个战术 那么在18号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视察了 在尼古拉耶夫以及 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以及奥德萨的前沿阵地 我们知道尼古拉耶夫 是人口大约50万左右 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阻止俄军从西部推向 乌克兰南部奥德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 那么在视察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 他就表示乌克兰会收复南部的领土 不会让步 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在南部 在黑海的奥德萨 此前乌军是声称在16号的时候 用鱼叉导弹是击沉了俄罗斯一艘托船 那么乌军声称这艘托船当时正试图向蛇岛运送人员和装备 那么乌军声称这是一个在黑海区域乌军取得的一个主要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上 比较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么此外我们看到现在乌军的军方人员声称 目前由于俄军的火力仍然是处于一个优势 尤其是在东部地区 俄军火力是10倍甚至20倍于乌军 因此现在乌军的战术主要是采取一个灵活的防御战术 同时等待西方的武器援助 尤其是重型武器援助的陆续抵达 那么此前有乌军的将领声称 如果情况比较顺利的话 乌军可以在7月底或者是8月展开大规模的反攻 好的 谢谢金燕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关于俄乌战事 我们很多的网友也在持续地发来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推送网友的提问 问题已经纷至踏来 而且我们看到金燕刚才的总结 我们也了解到这一周 俄乌的战事仍然是胶着 那么网友比较关注的 一个是要即将强攻的北敦涅斯克 另外就是乌方的态度说明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星锤他问的 他说乌方城胜利将在夏末到来 就是这个夏天结束 那应该就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普京则表示 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任务都将实现 所有任务都包括什么呢 俄军开始强攻北敦涅斯克 那主要是请专家来说一下 目前的战场局势怎么看 那我们请多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综合这些双方在作战 包括外交上的所有的举动 就分析三个关键词 第一叫强势 第二叫优势 第三叫疲惫 目前无论是乌克兰所宣称 在夏末将进行反攻 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圣彼得堡论坛上讲的 特别军事行动 所有目标即将实现 所以双方呢 在各种这个场合上 都认为自己占据非常强的优势 而且各种语态 包括对下一步的设想 都表达了自己这个超强的获胜愿望 所以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还在不同点位重新进行 第二是优势 目前尽管乌克兰方面宣称 要转入防御 要转入进攻 要有西方武器专门的援助 但从战场上 特别是北敦截斯克的 作战行动去分析 目前俄方优势明显 如果从地面火炮去看 15到20比1 弹药数量是40比1 而且今后呢 在这个利西昌斯克 包括多个点位的分光包围行动 让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敦截斯克 包括其他的作战方向上 有很强的优势 如果通过这种有磁性的战术 持续消耗 特别是通过优势的火力 大量杀伤乌军的有生作战能力 我们在乌冬地区 他对于乌克兰军队地面和空中 作战能力将会占据危险优势 而且有大量的目标杀伤 所以现在看呢 无论是在南部和东部 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 应该说俄方的作战顺序 和效果相对顺利 第三是疲惫 目前无论是美国援助 不过西方援助 都感觉到 好像已经到达了一个 非常疲惫的点位 美国虽然给了一些装备 但现在看呢 也跟乌克兰方面所宣称的 完全不一样 说10% 然后呢 双方各种争议不断 美国说 我给你要12个赢 要10个赢 给了12个赢 但目前呢 在前线所集中的 主战装备区分析效能 并没有美国 包括西方国家 吹嘴这样的强烈 而且西方国家 像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现在也都变成了 之前的小打小道 所以这个战争 持续长时间 这个长期长到什么程度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这个无底洞 如果按照目前 双方持续到什么2035年 这个仗根本打不起 而且目前看呢 我要承担的负担 以及我获得利益相比 也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所以目前西方国家 在原物问题上 分裂 争吵也出现了 所以下一步 到底还向哪个方向发展 我想呢 还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发生 好的 谢谢董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 网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有一位网友 他关注到了 就是乌军最近的一个动作 就是打击俄罗斯的托船 那么把之前 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 具有非常重要战略位置的 蛇岛又拉到了聚光灯下 我们来看一下 风筝他问的 还是关注的蛇岛 那乌军会利用西方军援的 鱼叉来突破 俄黑海战略上的海上封锁吗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片中告诉大家了 这个鱼叉是首次获得成功 那当时被鱼叉击中的 俄军托船 正要前往蛇岛 这是否会引发蛇岛战事载起 成为海上一个新的战点呢 这个问题我们请滕老师来回答 其实随着北约向乌克兰提供 包括鱼叉导弹 在内这些远程大级武器的到来 应该说战场上的局势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比方说在黑海方向 那么乌军这次用所谓鱼叉导弹 进行了打击 那么击沉了黑海舰队的一艘托船 其实这次托船应该是向蛇岛运送 给养和人员的被击沉 应该非常的让人看到了 这种导弹的杀伤力 因为鱼叉导弹本身来说的话 它就是当年对着苏联海军的舰艇 所设计 所以现在北约 把它一些制式的装备 包括鱼叉导弹送给乌克兰 应该说对乌克兰的战场上的 争取主动有一定态势 特别在黑海方向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丹麦首先向乌克兰提供了 鱼叉导弹 那么之后我们看到 俄军也在海上 也做了一系列调整 就是黑海舰队舰体 往后撤了100公里 就是在鱼叉导弹的射程之外 它也非常清楚 这种导弹对于水面舰体的打击 杀伤力有多厉害 那么这就是蛇岛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 确确实实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其实它距海岸线的 只有35公里 在奥达萨南边140公里 它只有面积0.17平方公里 但是它的这个位置 一方面它可以监控 包括奥德萨港口在内 进进出出的乌军的 一些船只或者舰艇 另外一方面 它正要卡在罗马尼亚 往这个黑海北部派舰艇的 这样一个路向 所以这个位置呢 同时还具有这个丰富的资源 具估量的下面有大量的石油天气 所以争夺非常的激烈 那么在特别军的行动开始以后 我们看到俄军当天就把这个岛拿下 所以之后呢 乌军也发起了几次的这个反攻 特别是在5月9号 组织了有陆战队 有海军 有空军 甚至动用了无人机 等一些对于这个0.17平方公里 这么大一个岛进行的反反复复的攻击 结果呢失败 所以这个地区呢 应该说随着大量的远程 打击武器到来呢 那么乌军呢 肯定会不断的进行 不用这个导弹 甚至用海马斯 射程可以在70公里以上的 这种远程的火炮或者火箭 那你们就可以造作舍岛 所以这个地区真的将会非常激烈 谢谢滕老师 我们来看最近的一段视频 就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 一番讲话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因为他提到这样一句话 就是乌克兰为了和平要付出代价 我们先来听听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所以这番话确实也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甚至有很多中国的网友也在讨论 说北约秘书长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他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他透露什么样的代价 因为我们知道泽列斯基 他在说到和平谈判的时候 他一直坚持说领土不能让 但是我们看斯托尔滕贝格讲话中 还是提到了领土 那有一位网友叫小波 他就关注了这个问题 首先来说的就是刚才杜老师 也提到了一些分歧 北约秘书长还警告说 俄乌冲突可能会持续数年 多少年呢 那英国首相认为世界正在形成 乌克兰疲劳 确实西方媒体经常是最近在说这个词 那乌方还称8月份可能会恢复谈判 俄方却表示怀疑 那双方谈判的前提会不会达成一致 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请小灰老师来回答 确实我们网友关注到近一时期 西方尤其是西方政要的一些表态 他看出了一些不同的味道 其实不管味道如何变 我们会看到的是 从北约秘书长以及英国首相 这些西方政要来自于西方的声音当中 看到的他们在谈到 所谓的挺污的问题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 而他们的核心 他们的实质 还是要对俄罗斯来进行反对 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 涉及到西方的舆论 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 网友也关注到了 在俄罗斯开启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我们一方面关注到的是 美国 北约 在对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支持 而另外一方面 舆论战也在开启 而在舆论战信息战的过程当中 大家看到的曾经是铺天盖地的 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行畅衰 声称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闪电战已经失败 第一阶段的行动没有达到目标 那么还谈到的是乌军必胜 以及未来可能北约会有 这种跟进乘胜追击等 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 但是近一时期 大家会关注到的是 西方媒体它的调子变了 从此前的所谓的乌军必胜 到变成了现在强调 在乌东战事当中 俄罗斯确实是占据上风的 那么谈到了在下一阶段 乌克兰有可能会被迫割地求和 谈到了美国北约 需要一种所谓的退场方式 在这样的一种舆论 掉门变化的背后 其实反映出的是 不管是美国还是北约 对于当前的俄乌冲突来说 更多的是要实现 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立场 要利用俄乌冲突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而并不是真心关心 乌克兰方面的利益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包括近期大家看到的是 一些西方的政要 集体对乌克兰进行访问的时候 尽管也提供了武器 尽管也谈到了乌克兰入盟的问题 但是这个画柄的意图 是非常地清楚的 所以通过这一些言论 通过这一些动作 应该说背后反额的核心 是有一定的这种目标的 可行性以及空间的调整 而最终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同样网友也关注到了 谈判的问题 首先说到谈判 近期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 我们看到当罗罗斯提出 要恢复谈判的时候 乌克兰对罗罗斯进行了驳斥 那现在呢 乌克兰谈到了八月份 这个时间点 罗罗斯呢又表示反对 双方之间呢 似乎总是无法在一个通道上 来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这样的一些 相互之间的立场的堆立 我觉得最核心的反映出的是 谈或者是不谈的问题 取决于最终谈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近期 在说到谈判的问题上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 对于处于军事行动当中的两方来说 在军事上处于上风的那一方 是以打促谈 而处于弱势的一方 处于劣势的一方 是要这个以谈来阻打 所以当乌克兰提出谈判的时候 乌克兰强调的是 俄罗斯先要终止军事行动 先要停火 那么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 很明显 领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此前乌克兰一再强调的是 俄罗斯必须要退回到 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的这种状态 最强调的是 克里米亚必须要夺回 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外交部最近是明确地发声 说要想让俄罗斯恢复到 2月24日之前的状态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下一阶段 谈或者是不谈的问题 最核心的 还是要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 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领土是非常敏感的 但同时乌克兰的中立地位 去军事化等相关的目标 俄罗斯方面也没有放弃 另外我们也看到 乌克兰国帮部的副部长的 一番谈话 他也谈到了乌克兰的战损情况 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型装备 已经损失了50% 那么如果说西方继续加大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话 可能能够帮助乌克兰 补充10%到15%的重型装备 这番话当然显然 向西方要武器装备的态度 非常的明显 但是我们看到 美法德虽然也是 非常高调的一个表态 说继续提供武器装备 但是进入疲劳期之后 能够真正做到 什么样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卡尔彭科17号透露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军已损失 约50%的重型装备 包括大约1300辆装甲车 400辆坦克和700门火炮 他还表示 国际对乌军事支持 能满足乌克兰军队需求的 10%到15% 会显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英国首相约翰逊 17号秘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约翰逊第二次访乌 约翰逊称 英国将继续向乌提供军事装备 以及一项可以改变战争平衡的 大规模军事人员训练计划 该计划最快可以 以每四个月为乌克兰训练 多达一万名军事人员 训练地点位于乌境外 不仅如此 法国 德国 意大利三国领导人 16号也集体访问乌克兰 访问期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德永远不会背着乌克兰 与俄罗斯谈判 乌克兰应自行决定 是否接受对俄罗斯的任何领土让步 以结束冲突 当天 马克龙还宣布 将向乌克兰追加提供6套 凯撒自行火炮 德国国防部长15号则表示 将向乌克兰提供3套 火星2多管火箭发射器 同一天 美国白宫也对外宣布 美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10亿美元的装备 其中包括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的 按机 鱼叉 反舰系统 而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少将 马尔勤科15号称 一旦从西方获得所需武器 武军就因瞄准头号目标 克里尼亚大桥 额外长拉夫罗夫 16号对策表示 额已注意到 并将彻底挫败该威胁 拉夫罗夫还指出 西方向基辅提供的 毒刺和镖枪导弹 已经在黑市上打折出售 并且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部 那么西方所承诺提供的 这些武器装备 乌克兰收到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一周期 乌方就宣布说 自己库存的一些苏式武器 基本已经是耗尽了 急需西方的这种军院 而且这一周来不停地要要要 那卡点究竟在哪里 我们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位网友专闻艾特您 那清良他说 乌方称只收到西方宣称 武器远处的10% 这比例相当小 那还有媒体披露说 美方已经是暂停 向乌克兰出售灰鹰无人机 那西方的军员 对什么会我们看到这种缩手缩脚呢 另外还是北约秘书长说的 俄乌冲突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对 因为提到婚姻无人机 还有美方的这个武器装备问题 我们请杜老师到大屏幕前 然后结合一些视频资料 详细地做一个解读 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最近乌克兰向西方提出的这个需求量 应该是个海量 而且他认为呢 自己在作战行动中损失惨重 50%装备也没有了 他的这个400辆坦克 700门炮 1300门不展车 都已经丧了实战性 所以这次要的特别多 第一 坦克要500辆 要跟自己那个损失对等 另外呢 这个无人机要1000架 火炮要1000门 不展车需要2000辆 所以这个海量的武器装备 几乎给西方国家出了难题 如按照他所提供的这些装备 几乎是一个中等装备国家的全部 如果今后把无人机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 大量的这种索要 那么现在凭着西方武器装备 能够让乌克兰实现重塑 至少这些武器都姓西 而且呢 都是各国家主战武器装备 这一点呢 无论是运费啊成本来讲 对美国包括西方国家 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我想只能要 但是要想全部满足难度极高 而且呢 他说我要那些装备 只套了10% 所以就出现第二个问题 零星满足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 正在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但乌克兰并不满意 说一线我最需要的武器装备 只有10%到15%到位 美国方面又说 你要火炮要10个营 给你12个营 所以从双方对数量 对规模 对能力 这种争议来看呢 温差特别明显 而且目前看 双方在武器装备的型号方面 有分歧 美国说那个灰鹰无人机不给了 如果他去打克里米亚大桥 或者是跑到俄罗斯境内 去攻击俄罗斯目标 会引发美俄之间的不确定性 如果给了海马斯 只给70公里 像150和300公里火箭弹 和这个战术团队不给 一旦给以后 俄方声称 美俄关系会出现不确定性 所以现在也认为目标是下 因为这个芬兰瑞典 加入违约了 东欧国家听话了 美国战略目标 基本上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红利 已经收购完毕 所以现在呢 这些装备只是延长战争 等待下一步的战果 但是这些装备和能力 包括有可能的风险扩散很明确 如果这些武器装备 那么今后在俄罗斯境内发力 形成新的攻击点位会升级 另外呢 通过欧洲方向 这些武器装备的不断补充和完善 对俄罗斯的压力也在快速升级 像波兰如果要5万枚海马斯 像波兰地海三国 有新的这个装备订单出现 芬兰再要60架F35战斗机 这样整个西部边界会出现 俄罗斯和西方对抗那个新的模式 如果在增兵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像第一时十一红枪时 就在北极 另外呢 在这个芬兰瑞典 有永久性基地和核武器 这样整个的形式会发生比较大逆转 所以感觉呢 下一步如果不通过谈判的解决问题 通过对峙的解决问题 美俄之间会出现更大的不绝对性 再加上双方 那个新削减战的核武器 目前是奄奄一息 所以到底这场冲突会给美俄 会给全球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带来什么影响 用颠覆性去形容 一点要不为过 好的 谢谢多老师的点评 请您回座 所以不管这场战事呢 还要持续多久 不管乌克兰能不能加入北约 那么乌克兰都处于 北约和俄罗斯对抗的最前沿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网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要问 乌方还提出了一个叫做 头号目标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头号目标 指的是在克尘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 这会引起什么样的一种担心呢 我们来看灿烂千阳他问的 那乌军提出 拿到西方武器之后 会首先打击头号目标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 为什么 其实是不是对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还是有执念的 另外美媒称 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 海马斯系统 那这个如果我们补充几句 就是美国准备再送四套 而且是射程 是中程导弹 是在80公里以内 那这位网友问 乌军收到后会如何用 会直接打击克里米亚大桥吗 两个问题 我们请滕老师来回答 应该说克里米亚大桥 它不简单的是一个 这座桥的问题 它其实是普京一手督办的 这样一个政治工程 特别是2014年之后 那么当俄罗斯把克里米亚 纳入到俄罗斯联邦版图之后 那么普京就下死命令 一定要把这个桥修好 所以2018年我们看到 通车的时候 普京还自己驾驶的卡车 通过了这个大桥 那么之后 它就成了乌克兰方向的 一个严重入洞次 特别是欧军爆发以后 我们看到 乌军反复威胁 要把这个桥给它摧毁 但是破手中 没有更多的手段 因为在这个地区 我们看到 欧军爆发以后 俄军进行了严密的防守 包括在路上 部署了防空导弹 在空中不间断地派出 战斗飞机的巡逻 那么水面还有巡逻的舰艇 所以对于这个大桥来说的话 俄军是下了大的力气 来加以保护 但是肯定是有漏洞的 如果说乌军真的要想 摧毁这个大桥 它肯定是有手段 就像我们在之前看过 南斯拉夫电影的桥里边 它其实德军防守那么严密 但是南斯拉夫的这个游击队员 还是把它给敲掉了 所以只要他愿意打的话 或者想打的话 他肯定会想一办法 但是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 军事打击的问题 它更多是一个 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考虑 毕竟它是一个战略目标 那么如果说乌克兰方向 把它给摧毁了 那么可能会招致 不管是在军事打击方面 还是在外交等各方面的 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而且我们看到 俄罗斯政府的一些官员 还有俄军的一些将领 也公开地讲 如果说乌军敢动 克里米亚大桥的话 那俄军就可能延展 对于一些乌克兰境内的战略目标 比方说首次基普的一些战略目标 进行报复 所以它现在打不打 克里米亚大桥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谁的大量的远程 或者包括海马斯 不断地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我觉得这个使得 现在我们看到的 俄欧之间的冲突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 好像这个俄欧冲突 又回到二战期间 打阵地战那种 没有太多的高技术在里面 都是拼这个火炮的口径 拼火炮的射程 那么大量的海马斯 在内的远程打击火炮 进入到乌军手中 它可以有两方面使用 第一方面就是对于 对一个前沿阵地的 俄军进行直接打击 那么这种打击来说的话 可能只要10公里 20公里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把前沿阵地 和后方的补给线 给它切断 遮断之后 就成了孤立打击 前沿阵地的俄军 所以这种现在拼火炮的 阵地战 如果说真拿到海马斯 在内这些远程火炮来讲的话 那可能俄军的 在战场上承受的压力 或者遭受的伤亡 会大幅地增加 所以现在你看俄军 重点打击就是这些 还在路上 还在运输途中的 包括海马斯 包括这个15毫米 大型火炮 好 谢谢腾老师 接下来一榜之余 请我们继续回到 本周的榜单 第四条 普京在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 发表讲话 而且普京在讲话当中 还谈到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会全部实现 而反观我们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则是要求美国高官 降低对俄乌战事的调门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7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强调 俄方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 所有任务都将实现 同时他还严厉抨击美国 称美国和西方国家 对其他国家主权和生存 造成威胁 此前一天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美不允许乌克兰的理性力量 选择和推动与俄对话 而是在乌制造更多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俄国防部17号表示 俄军动用高精度导弹 摧毁了亚素营 位于哈尔科夫的一处指挥部 俄军战机歼灭了 超200名民族主义分子 同一天 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 在北敦涅茨克方向 俄军正调集更多炮兵部队 希望尽快取得 对北敦涅茨克的全面控制 在赫尔松地区 乌军称给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目前北敦涅茨克 仍活跃着大量外国雇佣兵 俄媒17号公布了 两名在哈尔科夫附近 被俘虏的美国雇佣兵画面 随后美国国务院称 另有一名美国人 在乌克兰失踪 据美媒报道 失踪者是一名退伍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 此外 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方围绕俄乌冲突的调门 出现了变化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16号称 俄乌冲突最终应通过 外交渠道解决 另据美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对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 此前发表的涉污言论不满 今年4月 奥斯汀和布林肯 突访基辅士曾表示 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乌克兰 在对抗俄罗斯时获得胜利 消息人士称 拜登认为这种表态 可能将美拖入余额的直接冲突 好 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提问 首先关注的是普京的表态 普京说美国没有义务 只有利益 而且还冠以神圣之名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请苏老师来看一下 克隆他问的说 普京在这个经济论坛上 发条讲话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 那同时还关注美国的两个动作 一个是在俄乌冲突上 降低了调门 美国担心什么 另外美国作为唯一的利益获得者 将会如何搅动局势 首先要说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他的讲话是受到关注的 那么大家看到的 首先的一个信息 是普京在刻意地展示 俄罗斯方面的信心 自信 那么说到信心的自信 不仅仅是普京再次强调的是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将实现所有的目标 而是首先从这个讲话本身 从俄罗斯按期 按照这个此前的计划 来举办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这个动作本身 就在展示俄罗斯的信心 大家都知道 现在俄乌冲突 还在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 美国仍然在纠击北约 从军事上对俄罗斯进行施压 那么同样从经济层面 我们会看到的是 美国仍然希望西方能够形成 更加普遍的对俄罗斯经济 进行绞杀的一个阵营 对俄罗斯经济 现在仍然在产生着更大的压力 那么尤其涉及到制裁 等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制裁的绳索 还在一个收紧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 俄罗斯展示出的 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那就是首先俄罗斯的经济挺住了 那么另外 美国和西方 在对俄罗斯进行打压的过程当中 自身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伤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普京的讲话 传递信心的时候 谈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当前俄罗斯认为 单极秩序 美式霸权 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和风险 希望更多的国家 关注到这个问题 那特别涉及到 现在欧洲国家他们的立场 俄罗斯当然看到的是 在能源制裁方面 现在欧盟仍然在试图 推动相关的动向 在欧盟内部 尤其是东欧的一些国家 试图借能源制裁的问题 尤其是天然气断气的问题 进一步地与俄罗斯之间 在这种经济 以及能源合作方面 来进行切割 但这个时候 俄罗斯强调的是 欧洲应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性 不能够让美国牵着鼻子走 不能够让欧洲为美国买单 那这样的一个信息 应该说是再次提醒欧洲 现在出现的这种疲劳 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疲劳 同样也是经济上的疲劳 包括欧洲现在面临的 高通胀的问题 50%以上的因素 是来自于俄乌冲突 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另外网友提到的是 美国方面掉门的变化 我倒是不觉得 美国的掉门变化非常突然 其实说到掉门的缓和 此前我们注意到的是 拜登已经在警告自己的身边人 警告美国国内的一些高层的官员 不要大谈 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 这样的军事合作 尤其是涉及到 针对俄罗斯军事行动当中的 情报支持 比如说我们看到 当这个莫斯科舰沉没之后 那有一些信息放出 乌克兰方面是得到了 美国的情报支持 那从美方的角度 是在反复地解释 只是提供了一些情报 但是对于乌军的行动 美国一无所知 那近一时期又涉及到 所谓的乌军必胜的问题 美国 尤其是美国总统认为 如果陷入到一个 要乌克兰BRL取得胜利 而美国和北约BRL 进行支持的这种逻辑当中 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消耗 所以核心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坚持的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下一阶段呢 美国的获利 仍然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把乌克兰顶在前沿 把欧洲盟友拉上 而自己躲在背后 隔岸关火 收取更多的战略利益 好的 谢谢小灰老师 那接下来呢 以榜之余情 继续回到榜单 再来看一下榜单的第六条 美军的勇敢之盾2022演习闭幕 这个演习呢 主要是在关岛和周边地区展开 而且我们注意到六月份呢 美军在亚太地区 是连续举行了两场 大规模的军演 所以一方面呢 在加码在这个地区的部署 另外一方面呢 还在继续搞小圈子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高调秀肌肉 17号 美军代号为 勇敢之盾2022的演习 在关岛及周边地区闭幕 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地利玻璃号两栖戒备群 以及五大军种 均出动参演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勇敢之盾2022演习的一部分 美军还在帕劳首次实施了 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实弹试射 帕劳位于关岛附近 在所谓的第二岛链上 是从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 分析认为 美军在帕劳的反导部署 将填补美国在关岛西南地区 防御的空白 与此同时 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大搞小圈子 6月底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 将正式展开 共有26国参与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指出 本次演习 美海军陆战队首个滨海作战团将两项 根据美军的战略构想 滨海作战团装备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反舰导弹 战时可从长驻地迅速前出 沿岛链部署 在滨海地区夺取关键通道 强化对前沿海域的控制 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公布的画面显示 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还在 澳大利亚达尔文以北的岛屿上 进行了保护大使馆和撤离人员的模拟演练 据悉 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达尔文及其周边地区的部署规模 目前已经达到2000人 澳媒称 若美国需要应对所谓印太地区的危机 他们可以直接从这里派兵去执行任务 与美军的频繁动作相互应 日本在亚太地区也是军演不断 除了环太军演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将参加9月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卡卡杜2022演习 以及美澳韩日太平洋先锋队2022演习 日印联合训练 美国和澳大利亚牵头的 多边海上训练活动等 好 我们继续来推送网友的问题 在亚太脚水的 还是那几个小圈子里的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 滕老师面前的电脑 他关注的就是美国与盟友 在亚太军演不断刷存在感 确实很强 他关注的是这次军演 有什么值得警惕的 尤其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海上战略 从2017年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就开始调整 它的海上战略 过去的话 特别冷战结束以后 它主要是控制沿海地区 从沿海地区对内陆 发起攻击 但是2017年之后 美国海军提出了 不仅要控制沿海地区 而且要争夺大洋 它认为有关国家海上力量发展 对美国的海洋霸权 构成了挑战 所以它这种调整来看的话 是它包括在演习等这个方面 都做出重大调整 你比方说它现在演习 基本上每一次的话 都可以看到 至少有两艘航母 或者是航母两栖弓舰在一起 这种海上对抗演习 那么这种演习目标非常明显 就是争夺大洋的主导权 所以它这种战略变化 引起了美国海军战略 海军演习等各方面的一系列调整 那么现在拉上盟国进行联合演习 这主要是根据美国现在 它自己认为 你比方说今年2月份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当中 专门提出来 光靠美国一家进行大国战略竞争 肯定是不给力的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拉上日本 韩国 甚至欧洲的几个 它的盟国也到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所以这是一个拉帮结伙的问题 那么从整个一个 它的演习的响定来说的话 一个是加强整个作战体系建设 把这些国家拉到自己作战体系当中 第二个就是演练新的打击模式 那么第三个就是部署相关的武器装 比方说在帕劳举行的翻导演习 我相信这个演习结束之后 这些导弹就不走了 就部署在帕劳 所以它把这个导弹部署的那个地方 应该是它整个一个部署的重要调整 那么从这个滨海战斗团的看来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不断地机动 不断地形成这样一个拳头部队 随时出现在相关的区域 另外日本的动向也值得关注 我们接下来请端端继续推送网友的问题 是的 我们知道日本也是美国 拉拢的小圈子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我们来看日本又想达到自己 一个什么样的企图 那小明他问说 日本防卫省说的俄军舰近来 频繁地出现在日本附近的海域 那日本防卫省这什么意思呢 另外我们注意到 日本企图是拥有破坏 别国境内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 这明显是由防御变成主要进攻了 这什么意思呢 请小慧老师来解读一下 首先要看到 现在日本在外交政策的基调上 进行了调整 打破了此前的平衡之后 那后果正在一个显现的过程当中 过去日本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日美同盟关系 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 所谓的基轴 与美国之间一定要保持紧密的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 与地区的一些大国 包括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也在采取一些 较为平衡的方式在处理 要稳定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随着 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展 日本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 那么日本的心态 日本的政策都在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呢 当俄罗斯的军舰出现在 日本周边地区的时候 首先日本要强调 这是所谓的威胁 要借着俄乌冲突 把威胁的标签贴到俄罗斯身上 那么另外呢 也反映出的是 当日本和俄罗斯基建的关系 出现变化之后 日本开始有心虚有焦虑 对对方的船只 哪怕是经过出现 都会有心有余悸的这种表现 那这个时候呢 涉及到日本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要突破此前的限制 涉及到对敌基地打击的能力 或者是对敌基地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动向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是一个老话题 过去呢 日本的做法更多的是 试图掏空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说呢 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进行解释 为自己的防卫力量 来发挥作用 来突破一些空间 但是现在呢 日本撕下了遮羞布 开始公然谈论 所谓应对朝鲜半岛 应对地区大国等一系列的话题 这是日本突破 专守防卫原则的进一步的发展 会对第七万全集市 造成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和不确定性 谢谢小辉老师 好的 那么本周的榜单书里 我们先到这里 马上回来进入 本周的热点圈网络 如果说本周最热的一个词 我想很多网友 一定会脱口而出 福建舰 没错 就在本周五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举行了下水命名仪式 也是引起了极大的热议 我们来看短片 17号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 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前号为18 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福建舰将会部署在哪里 下水后有何安排 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表示 将统筹考虑维顾国家主义 人安全发展利益需要 以及航空母舰运用特点 港口宝藏条件 科学选择福建舰部署地点 福建舰下水后将展开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 下部根据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统筹安排交接入列工作 当前随着福建舰下水 中国同时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2012年9月25号 001型航母正式交付人民海军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 型号为16 近年来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编队 多次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 开展实战化训练 探索和实践了航母编队 远海作战运用的方法路 也一步步实现了 从试验训练到备战打仗的华丽飞典 2019年12月17号 山东舰入列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 显号为17 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迎来 国产航母时代 海军山东舰是中国第一艘 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 自入列以来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 从首次驮舰起飞 到最大集中出动回收保障能力的重大突破 战斗力不断坍生 相信随着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的下水 人民海军必将更加向海突强 好 节目进行到这里 再次提醒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大尔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的积分商城已经是开放了 大家可以来关注 同时进行幸运大转盘的 手气的这样的一个试一下 可以换取你最喜欢心仪的 独家定制好礼 赶快来迎娶吧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 终于最热评板块 终于最热评 请我们本周来关注美台的一个动作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与美国定期举行的 所谓的蒙特雷会谈 预计是6月下旬登场 而且美国国院发言人 最近是大放厥词 他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来看短片 据台媒报道 美台高层6月下旬将进行 所谓年度安全对话及军事会议 即蒙特雷会谈 地点选在美国白宫附近 据悉 蒙特雷会谈 是美台所谓最重要的安全对话之一 与会人士 包括防务 外事 安全部门官员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在台协会等单位 也会派人参加 报道称 美方相当关心 台当局所谓的自我防卫能力 尤其是所谓全民防卫合作 未来将加强台当局 与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合作 美台海军陆战队的合作等 不仅如此 台媒称 武器供应和军事演习 也将是这次对话的重点 据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讨论 对外军事资助项目 向台当局提供资金 购买美国武器 并进行军演 美方为此已准备了一份 包含20款武器系统的愿望清单 希望台当局优先采购 这些武器系统 就是美方所谓的不对称武器 例如轻便廉价的反舰导弹 防空系统 以及用于收集识别 他方行动和启动预警 所需情报的系统等 除了强化美台沟连 美方还不断炒作 美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仪式 据路透社15号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宣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美将继续在所谓国际法允许的 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重申 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确实我们看到美台沟连动作不断 而且美国界台湾问题是不断地挑衅 说一套做一套 不由得不让人对它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围绕这个热点 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 网友首先关注的 就是美谈即将举行 这会谈会涉及到哪些内容 以及造成什么样影响 青草香塔说 因为他看到了岛内媒体炒作 说台当局可能会加强 与美国国民警卫队 还有海军陆战队的合作 这是在密谋什么呢 另外就是片中提到的 这个蒙特雷会谈 会给岛内带来什么样影响 关于这个话题 很多网友都在关心 我们还是请出岛内的专家 台湾世新大学的尤子祥教授 为我们做一个解读 尤教授 台湾当局的一些动作 造成台海紧张局势升高 他们打的算盘 就是寄望要倚靠美国的保护 不过在美台军事互动方面 美国顾虑到 动摇一中政策的可能风险 所以只敢打擦边球 美国维持的是 所谓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 基本立场 这个使得台湾当局某些人 一厢情愿的想要美国承诺 协防台湾或者是美台联合军演 都是必然落空的 美台之间的军事互动 目前就是在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原则底下来进行 常见的做法就包括 美国透过指定军售项目 对台湾的防务跟建军方向来提出指导 或者是用顾问的方式协助台军训练 又或者是运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 那个周伙伴计划来进行美台军事交流 即将举行的蒙特雷会谈 就是美台之间关于美国对台军售 还有军事交流合作 这些事情的年度对话 目前看起来美方除了要台湾花更多钱 买美国指定的武器 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 也会持续推动美军协助台军训练 还有双方的互动交流 不过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当局如此听命配合的来扮演美国的马前卒 是不是会让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地恶化 谢谢邮教授的分析和评论 那接下来呢还有时间 我们继续来推送一下网友的问题 邮教授提到了这个美台军购 每次都是一场闹剧 所以我们的网友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最后选一位VIP网友 驮铃声响 还是台湾媒体报道的 说美方已经是准备了一份 包含20款武器系统的愿望清单 希望台当局是优先采购 那台当局会照单全收吗 其实关键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轻便廉价的武器台当局 不会又当冤大头了吧 都是高价卖给台湾 我们请杜老师来分析一下 我想这些武器装备呢 台湾一定会照单全收 因为在美国的军数面前 台湾没有资格说不 也从来不说不 那这些武器装备呢 大概是美国按照之前 乌克兰的做点需求进行的一些调整 因为之前呢 无论是资料伙主席马克米利 对台湾的所谓希望 以及呢 马伦在台湾的窜访 都要求台湾要把作战兵力和能力 向乌克兰学习 而且在很多方面 把美国的先进装备和听便装备 要大量的武装 实际上呢 还是要把全岛兜唐炮灰 如果提供廉价轻便武器装备 有可能他给的不是台军 要向这个老百姓发放 如果老百姓拿起了枪 拿起了武器装备 那么今后在作战行动中 各种火力打击中 附加损失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所以这是对台岛的利益 包括台岛生命的一种严重绑架 实际上美国的意图很明确 是把台岛变成战场 今后在与大陆可能的 军事对抗行动中 要发挥重大效益 所以今后武器装备射程啊 威力啊 有可能降低 但是关键是 它在岛的使用范围要扩展 像之前像1M-158 包括这个海马斯 都是打得很远 对大陆寒线 现在构成一定的损失 但现在武器装备 以轻便为主 以廉价为主 这跟之前的销售 完全是逆行 为什么要逆行 它肯定不是 让台军使用这些武器装备 对解放军 组成目标过程毁伤 实际上是对老百姓 一种所谓的绑架 以台湾老百姓 作为绑架目标的 这种作战方式 会让岛内受到重大伤害 好的 非常感谢杜老师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嘉宾的点评 只能到这儿了 但是电视直播 虽然暂时结束 但是我们的新媒体直播 还在继续 终于主播刘浩月 将和苏小辉老师 接下来30分钟 继续在节目 同名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 以及央视频APP上 进行直播 解答网友问题 分析本周热点话题 所以期待大家继续互动 大家赶紧拿出手机吧 在我们的新媒体 各个直播间 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 也感谢收看 本期的中国舆论场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下周见